歡迎回來 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們台股遇到了三隻黑的烏鴉來干擾之後 今天終於等到了紅磅了 尤其今天是台紙棋結算 剛才廣告節目的時間當中 我還跟趙麗哥聊 本來大家都認為說 今天台股應該會壓低結算 但沒有想到尾盤居然拉了起來 台積電尾盤收復了600塊錢 指數今天在尾盤拉了29點 中廠上漲了60點的時候 在17660點 成交量是比較縮的 2474億元 第一個問題我想請教趙麗哥 台股連續吞了三根黑K之後 今天出現了指紋的紅磅 短線上面的賣壓 你覺得有沒有稍微的宣洩完 對 沒錯 我想當然 大家在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關心 FED的利率結算會 今天16號的一個台灣凌晨時間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 量能出現了大幅的萎縮 這個量能大概是最近 這三個月以來的最低量 沒有看到2500億以下的 好 那量縮的狀況之下 當然大家在等待 可是在量縮的過程當中 今天還可以收小紅 其實真的算是不錯 又有台子期的一個結算 原本大家真的會覺得是要壓低 因為外資的期貨進空單 相對上來講是在比較高的省位 好 那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假如我個人覺得 其實這一兩天我也跟大家講 我個人覺得利率結算會議 基本上來講要讓市場非常的 驚嚇 應該是很難 因為大家現在預期來講 一般大概五六月就會升息 那減碼購債的時間 有可能明年三月底就會結束 那大概兩三 那其實這樣的情況 就是市場的預期 我覺得理論上應該 會議公布完之後 其實應該也是這樣的符合 所以美股的部分 應該這個地方也不至於說 出現大跌的一個走勢 那我個人覺得 假如是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這個你可以把它視為是量縮 量縮就是利空來阻底 然後之後應該指數來講的話 會有震盪反彈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 留意未來漲望家的個股 你要足夢踏實 那當然就是說 操作上來講的話 有時候足夢踏實的股票 不會常常在漲 反而是題材型的 就有夢的股票 對 就漲得很兇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現在的操作就是 你控制好持股比重 假如說你要五成 你睡得著覺 那有可能三四成 你就足夢踏實 足夢踏實 一成你真的要玩 因為有的人真的當中 想要參與嘛 參與那些做夢的股票 我覺得也是OK啦 好 講到足夢踏實 趙麗哥一直提醒同學們 真的要留意的就是 半導體族群了 好 台灣的半導體設備支出 好棒 可望重返世界第一 Semi說半導體設備銷售 今年第一次突破了千億美元 台灣明後年有機會 再超越大陸重返龍頭 尤其前段晶圓廠設備 今年成長43.8% 昨天有一個很大的消息 這個是默克 我們知道默克印象中是做藥 但其實他有佈局很多的電子材料 他要來追求台積電來台灣投資 這也是默克在台灣最大手筆的一次投資 現在是不是半導體已經吸引這麼多的大廠爭香來 昨天基辛格也特地來到台灣來要產能 相關的訊息等一下照內哥會幫大家來補充 另外講到竹鳳踏實 有夢很美 但如果說你想要參與感多一點 你想要買比較強勢的股票 可能就來參考元宇宙的題材 剛才講到美股當中的超微跟輝達 昨天都是逆勢的帳 這兩根公司都有半導體也有元宇宙 現在就連香港首富李嘉誠也要參戰了 旗下的維港投資聯手一級玩家的男主角 那電影大家都看過了 創立一個AI的技術公司 就連Nike也收購了虛擬的時裝品牌 創下NFT的新天價 等於說這個鞋根本就穿不到對不對 可是它卻可以賣 這好像就是有一檔公司在台股很強 是霹靂 他也說他有這個NFT的題材 那照內老師我想問一下 因為超微跟輝達這兩個公司 都有沾上這兩個非常強大的題材 投資人也可以往這個方向來找尋機會嗎 對啦 其實我覺得當然 你要操作這一塊來講 因為元宇宙它也是一個輪流上漲的走勢 就是說它是個股輪動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我們先講半導體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講元宇宙跟其他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辛格的部分 當然這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它要深化 稱讚我們的台積電真的好棒棒 對不對 好 這一部分來講當然 Intel也會繼續投資在台灣 另外的在影片當中他也提到台積電 反正Intel就講台積電非常非常的厲害 就是要開發晶片等等的可能性 創造前所未有的一個晶片 真的是很高度的稱讚 對 沒錯 已經稱讚好幾次好了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其實就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其實明年的預估的成長性來講的話 其實成長8.8% 對不對 今年比去年是成長25.6% 所以一直強調 今年在年初到現在 你操作半導體很容易操作 對 勝率很高 對 沒錯 可是現在到明年 你要操作的難度 覺得到好像這幾個月開始 就比較稍微的困難 對 因為成長性變低 好 那你看一下 就是說那個是全球半導體 市場的一個預估規模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另外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是成長的幅度 就是全球半導體 各領域成長幅度的概況 剛剛那是全部的部分 對 那我們先講幾個邏輯 這個也一樣喔 今年在設備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較去年成長44.7% 那今年 明年來講 跟今年做比較 只有成長10.7% 對啊 成長幅度變很少 對 它的設備的部分 其實已經變少了 也是相同的好 那我們來尋找 就是說我們去找股票 找產業一定是這樣子 成長了10.7% 那這部分來講 我們尋找成長度最高的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不是至少 在明年的成長度 比今年還有17% 那這個就是晶圓代工 邏輯製造等等 那晶圓代工當然就晶圓三雄 另外的 邏輯製造 比如說像驅動IC 電源管理IC等等 好 那你看一下 D-Rain的部分 就設備只有成長一把了 對不對 Netflix也只有成長八發 這個都小了 都兩位數以下 封裝測試 所以假如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這幾個 下面這四個 其實說真的 明年的成長性相對而言 不是那麼大 D-Rain Netflix 封裝測試 對 都讓人家小心一點 只剩下晶圓代工 對 所以說這個 縱使明年股價真的會漲的話 其實基本上來講 還是以晶圓代工 或者是IC設計這一塊為主 所以我們選股的邏輯 基本上來講 是參考未來的一個 產業的一個趨勢的部分 好 那假如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你可以看到 晶片的交貨期的時間在拉長 其實我也跟大家講過 這個交貨期真的拉長 拉長的狀況之下 其實最主要缺的當然 有電源管理IC 有MCU等等 這一些的相關的一個股票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IC設計裡面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電源管理IC 這個趙勵哥在上週 已經提醒大家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6138的 茂達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局勢市場個股真的是 因為昨天我看他是破線 對 破月線 今天又收復這根黑K 對 其實我跟大家講 因為這一條是月線 這一條是季線 這怎麼操作 其實你可以看到今天盤 相對上來講比較好 氛圍比較好了 那短線客 就是說短線上操作人 他會去選擇 形態相對上來講是比較強的 就是說基本面位也不錯 可是形態會相對強 就是說我拉比較有機會過高的 因為套勞的籌碼相對上來講 比較少嘛 對不對 所以他破月線 他也只有破月線 然後你看拉起來 這個就代表短線上來講的話 有轉強 那能不能過高 其實當然之後要觀察 那你看一下 所以這個會漲停 那你看一下6104的創圍的部分 對 創圍的部分你看一下 今天的股價也很強 有沒有 他也是月線破了之後 你看 因為距離前波高 都比較接近有沒有 對 沒有很遠 對 所以短線的人 短波的人會趕快看盤勢 他就會下去搶這種股票 好 那我們看一下 3588的通家的部分 他就電源管理來西 那因為他打到季線 他離這個高點比較遠 對 所以就變成說 大家短線上來講 要搶反彈的 不會考慮到這種股票 可是這種股票 因為明年的爆發性很強 所以我個人覺得 其實你看一下大量區 大概這個地方 對 其實它只要站上 只有股價來講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沒有套勞量 如果茂達跟創圍 有機會過前高的話 落後的通家 其實因為它基本面對 反而大家沒有太留意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反而大家可以留意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這個是 剛才趙麗哥有提到 就明年這個 低潤的成長幅度 會稍微的少 可是大家可以 從報價來找機會 昨天趙麗哥才說 要關注立基型的低潤 尤其是這個DDR3 它的跌幅是相對少的 你就點名的是滑邦電 對 那今天有外資出去報告 它在低潤族群當中 看好的就是滑邦電 對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大概 我也跟大家講過 其實記憶體的部分 當然分Flash 跟所謂的DDR的部分 那其實DDR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講過 DDR的代表當然是南亞科 那那一種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 美光的技術 當然比南亞科強太多了 所以那一種股票來講 以目前來講 因為需求的部分 真的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的報價的跌幅 相對上來講 有可能會比較重 所以你看一下 今年第四季 跟明年預估的第一季的部分 其實跌幅都比較重 大家有沒有發現 比例基型的部分來講 跌得深 對 去年或者是明年第一季的部分 的預估值 好 其實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我跟大家報告 Netflix 因為Netflix的產能 其實也很大 Netflix No flash就沒有 No flash的產能 相對上來講 真的比較小 那Netflix大的狀況 所以你看今天的群年 也是跌 因為Netflix 其實說真的 明年的跌幅也會不小 第一季 而且立基型是長的 對 立基型 所以你看 你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從產業的 未來的展望來看 所以你看立基型的部分 你比如說像玉創好了 好 像五一 第一的預算 對 做到一七四 當然它有很多的題材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的線型也很強 它氣線在這邊 有沒有 它也蠻強 當然我不是說 叫大家去追這種股票 而是說來 那你看一下 3006的金豪科 3006的金豪科 位置就稍微進行一點 對不對 也是一樣有沒有 其實也算強的 這個是記憲 是這一種 把昨天黑雞吃掉的形態 可以怎麼樣來解釋 這個其實就技術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然以今天的收盤來看 其實這種是強勢的 因為其實指數的部分 說真的並沒有 那這些股票相對長來講 都比較強 那另外的你看華邦店的部分 2344的華邦店 它也是 對 就是說有沒有 你看它回色 它也沒到記線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記憶體的部分 其實在製造端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你要留意的 還是華邦店 因為它還有轉投資新唐 新唐併了所謂Panessoni的半導體部門 所以它也有誇除了MCU MCU剛剛也提到也是缺 所以假如說真的要留意 我覺得是這一塊 好 記憶體部分的話 可以來看華邦店 再來就是矽晶圓族群了 今天是這個竹科 41週年的這個慶祝會 那中午的時候 環球金的董事長徐秀蘭也有說話 他對明年的展望 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對 沒錯 我想矽晶圓的部分 大家當然也是這樣講 其實我個人覺得 市場對於細菌的看法 都非常樂觀 因為他們老闆出來講話 很少在講空的 幾乎都是一片光明 光明不是到光明到明年 永遠光明到兩三年之後 但是至少許董講話比較不會碰空 對啦 我覺得 對啦 其實是真的還不錯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跟大家講 其實你要看美港 其實這個就有一點類似 聯電的概念 我跟大家講 這個你就可以了 它漲價的效應到明年上半年 才會發酵 可是當然 聯電是今年第一季就發酵了 好 那它比較晚 然後明年上半年 那來 客戶其實恰常約 其實你要想 恰常約的部分來講就來了 我假如很多的客戶真的 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都恰常約 那以後的細菌很長這樣 那它就不然反應啦 對啊 那它就沒有爆發力啦 那萬一假如價格真的跌 其實我跟你講要毀約也是 也是可以嗎 也是可以的啦 假如毀約 比叫進來的貨還划算的話 那我毀約 之前在太陽能細菌圓的時候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一堆毀約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好 來 明年沒有新的產能 所以成長的都能來自於ASP 對不對 上漲跟良域的提升 那你就想一個邏輯 其實這個就跟現在的聯電有一樣 因為你的產能已經蠻窄了 你現在沒有新的產能 所以你的營收會有很大的爆發性嗎 MOM不會 就月的角度 因為產能沒有出來 對 沒有出來 因為沒有新的 你只能靠漲價 所以你的MOM的爆發度一定不會搶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它要等到你看2023年第二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它就是一檔白馬股啦 就是說 跌的時候幾點你可以買 可是真的彈上去來到高點的時候 你應該就要減滿 那我們來看一下 SAMCO的股價 對不對 假如真的這麼好的話 其實SAMCO的股價這個是 也是在 對不對 也是還好嘛 就整理嘛 這個是第三大 全球第三大 就是盛高的部分 那當然它是台盛科的大股東 那新月化是全球最大的 你看它今年以來的股價也是整理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那這檔南個股怎麼樣來關注呢 對 假如說以環球心 我覺得這個是白馬股 就是說你跌下來的話 其實是OK啦 你就去買 是OK的啦 希望你不要追漲 你不要去追漲 你不要等到這邊 你又要創新高興 你看線型 形態很漂亮 充進去 我跟你講 很容易用它啦 短線 那台盛科的部分來講 當然因為籌碼安定啦 所以股價長 其實你看它的母公司 甚高 其實也沒有創新高 是 所以這個是屬於籌碼面的部分 要多關注幾個面向囉 對 沒錯 那就我們一分鐘講一下 元宇宙的概念股 趙立哥 元宇宙你說是一個 輪漲 輪斗的一個格局嘛 那現在這個牌面上的狀況 依然存在嗎 對 還是一樣 就是說 因為有些人 因為從元宇宙賺到錢 你比如說像宏達店 之前宏達店 陽明光 亞信 光磊等等 對不對 有些人賺到錢 那這些人呢 他就複製相同的模式 再去玩元宇宙 再去玩元宇宙 反正什麼都可以搭元宇宙 你知道嗎 對 那之後連這個NFD 就是這兩檔啊 Oh my God 還有遊戲 我跟你講 所有舉例的 你線上遊戲其實說真的 跟元宇宙的概念 不是有一點相似嗎 有一點像啊 是不是 都是虛擬的啊 這就不然到虛擬了嗎 使用者的遊戲ID 使用者的化身ID 我等於說 那遊戲建構的世界 那這個是比較獨特的 也是在一個自己的世界 虛擬的 對 你是一個驅你的東西嘛 驅保NFT 對 沒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看最近的 線上遊戲為什麼會一直漲 我覺得很多人就是說 反正就像以前大家認為 關落音好像也是元宇宙 線上遊戲也其實 那找了一個問 寒假前那遊戲股可不可以買呢 我覺得你假如要玩遊戲股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 你找那種真的有賺四貫那種 橘子那種 我跟你講那種反而不會大漲 因為那種不會投棄 比較不投棄你知道嗎 可是那個當然含假的部分 對這些是正面的啦 所以我覺得你要操作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操作這種股票 你就是看技術現行 下去操作 停損停利一定要贏格執行 沒錯 以上是趙麗老師 又今天針對的半導體族群 以及元宇宙題材所做的觀察及解說了 他認為竹梦套食的半導體族群 拉回收可以介入是比較安心的 若是你對操作你手中股票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趙麗老師的大頭娃娃喔 跟他加個Live 那次股問題跟他請教一下 準備 dom貝 謝謝 謝謝 scoot 周圍